這些都是詐騙 千萬別上當 歡迎收看老闆不止三分鐘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 晚上好 這個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了嗎 還沒訂閱的要麻煩大家 要邀請大家趕快訂閱喔 因為訂閱YouTube頻道 他不是加入會員 他也不用任何費用 知道嗎 好啊訂閱完之後呢 請你這個打開小鈴鐺 設定搶先看 這樣你才不會露接 我們任何一集精彩的節目內容喔 就好像昨天 昨天那一集我就覺得很精彩啊 在一遍一遍這個市場上的 大多頭的這個聲音裡頭 有一個人提出了警告 那個人就是小摩的首席分析師 他告訴大家 市場上已經過度集中 所謂的動能交易 也就是追逐強勢股的交易 現在這個動能交易啊 太過擁擠了 那會造成投資人喔 可能會壓錯邊 壓錯邊的結果就會導致整個趨勢喔 美股很容易隨時一個反轉 出現上 這個就是昨天那一集的重要內容嘛 對不對 那這個如果你沒看到 那你可能到現在還不知道什麼是動能交易 還不知道危機藏在哪裡嗎 當然我先強調啦 這一個小摩分析師喔 小編就知道了 在過去幾年喔 他跟美股是怎樣 反指標 就是美股在漲他都看空的嘛 美股再跌他就看多的嘛 完全反過來啦 所以倒不見的是他 這個這樣站出來提醒大家 美股有散崩的風險 就一定會跌啦 也許他可以延續過去好幾年的這個 反指標的功力 繼續反指標 但是我們昨天也講了嘛 這個時鐘啊 壞了好幾年也會對一次 也許這就被他猜中了嘛 所以我們還是要把他的 他講的話拿來參考參考 去觀察一下 到底有沒有出現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你才可以自己做提訪嘛 所以昨天節目還沒看的 趕快去看 大家了解嗎 好 那提到這個動能股 動能交易 事實上昨天這個Google Google算強勢股吧 對 他如果已經 他這是月K線喔 他已經再創歷史新高了 如果他不是所謂的強勢股 不是動能股的話 那我想請問你誰是強勢股 已經創下歷史新高了 Google Alphabet 當然就是強勢股嘛 好 那 這個 昨天談到大家都很擁擠 這個 擠到這個動能交易 你覺得這件事情是對的還是錯的 各位觀眾你覺得是對的還是錯的 其實你也不能怪投資人啊 你不能怪投資人你知道嗎 因為動能交易在最近幾個月 尤其今年表現的就是非常出色嘛 就是能夠讓你賺到錢嘛 難道你在今年1月你要去買特斯拉買Apple嗎 那到現在已經4月你還是賠錢你知道嗎 反正你去買一些動能股 你看像隨便這個 美光 AMD Meta NVIDIA Microsoft 你看你自己看後面那最近幾個機會噴不噴 噴 那觀眾朋友們你們知道所謂的動能股 這些動能股這些強勢股有什麼共通特色嗎 我們說這個Google好了 他 現在這麼強勢的股價創造性高 未來還能不能繼續再往上漲 還能不能再漲更多 還能不能複製像今年那些動能股一樣一路往上創高 其實你就要觀察這些動能股都有個特色喔 像是美光 這是過去幾年的高點 他有沒有突破 有 突破之後就往上漲了嘛 你看像AMD 過去幾年的高點 一突破就往上漲了嘛 Meta有沒有突破好幾年前的高點 有 這是月K線 這都是月K線喔 NVIDIA有沒有突破前面的高點 有 Microsoft有沒有突破前面的高點 沒有 通通都是突破之後然後就往上漲嘛 這就是動能強勢股的特色 所以如果你要來觀察Google有沒有機會 複製前面這幾檔的動能股一路往上 繼續成為擁擠的交易 那就要看他在這個能不能複製他們這樣一樣的型態嘛 對嗎 包括Amazon也是啊 Amazon還沒有創歷史新高嘛 對嗎 可是如果你期待現在想成為一檔動能股 你是不是也期待他把過去幾年的高點給他怎樣 像這個 像NVIDIA 像META這樣把他突破嘛 對 他就有成為動能股的條件了嘛 因為大家型態就會長得 你不覺得這幾檔的型態都長得很像嗎 對 動能股講完了 小朋友我們這一題的題目是什麼 想到了 是不是沒講 我還沒講 對 你要問什麼啦 好 因為我們在講動能股講太害怕 因為昨天講動能股嘛 給大家看一下動能股的特色嘛 我想很明顯啦 來 你要問什麼 好董哥 道瓊昨天長黑大跌 大家都擔心要開始回檔了嗎 一根長黑就擔心要回檔 兩天前這一根長紅不就擔心要噴到外太空 對不對 不要看單一K棒嘛 要看什麼 趨勢嘛 頸線突破之後壓力變支撐 頸線跌破了沒有 沒有 五日跟十日均線跌破了沒有 沒有 以前的月均線比較下面 現在月均線慢慢往上 等於月均線也要靠近頸線支撐這個位置了 那也就是這裡有 五日均線 十日均線 月均線 還有頸線 一共四個支撐 通通跌破了沒有 都沒有 那多方趨勢有什麼改變 一樣是在一個前高突破的型態 剛才前面那幾檔動能股 你看到什麼型態 就是把過去幾年的高點突破之後就一路 一路往上 出現動能的強勢往上嘛 擁擠的交易嘛 那他既然都沒有 他只要不要把這四個支撐跌破 就是前高突破的型態 未來有沒有機會上你的這個動能強勢走勢 有 所以你不用那麼擔心 昨天老王對不對 上了一篇這個小魔分析師 美股即將 美股可能閃崩的這個影片 剛好道琼來一根長黑 你就嚇死自己 大可不必 大可不必 我們自己呢 要我們自己的看法 知道嗎 尊重趨勢順勢而為 下一題 好董哥 台股世界強 今天又創新高了 外資期貨又被嘎了 我是不是上禮拜五才跟你講 我說不要再理他了嘛 我也不是上禮拜五講了 我講好幾次了 這個有什麼用啊 外資就從台股上兩萬之後 就是看不爽台股啊 對 兩萬放空對不對 驕傲一輩子嘛 很抱歉還沒讓你驕傲 台股今天再創歷史新高 是不是兩萬零四百點了 對 你看他 就只有一天是進多單 但進多單 我記得那天一進多單之後 隔天就跌了 所以他馬上又翻空嘛 這個也很好笑 你看前幾天 前幾天的這個上週五的進空單 已經只剩下七百五十四口了 就等於 多了很多多單嘛 他可能覺得要準備要順勢而為了 結果勒 他 進空單大減之後 昨天台股勒 跌 馬上一根黑K 對吧 馬上又加空 又回來進空單又四千多口了 我看不懂勒 結果今天勒 噴了 嘎 嘎兩百多點 大盤嘎兩百多點 不知道該怎麼講了 會不會今天又回補 我就跟你講 所以我是不是說 最近就不要看這一張了 我有講過吧 我說最近都不要看外資了 在期貨市場都不要看了 他也是反指標 他現在是 他現在是 今年為止我認為是 不是我自己講的 很多觀眾都覺得啊 對對對 那我們節目也講過很多次 真的就很 反正他就是看台股不爽 他就覺得你兩百點站不穩 偏偏我們台股就展現我們應景 真的 走對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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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欸 老王教給大家的方法 你才真正要學 真的是這樣 為什麼 我跟你講 我是不是跟你講 很多次最近不要看這個 我說你看哪一個東西就好了 十日均線 是不是講到爛 這邊在震盪盤 哇你感覺很恐怖 哇一天紅K 一天黑K 一天紅K 一天黑K 上下影線這麼長 你不用去研究這個單一K棒嘛 你也不用去研究外資嘛 老王講哪一條均線 十日均線 十日均線 來上課 真的要開課了 外資 外資 only 十日均線 十日均線 你告訴你現在盤是很明顯 就內資在幹嘛 在加外資嘛 你還看不見 你看看 全世界最有嘛 世界用嘛 世界用 美股創高了沒啊 還沒啊 肺半創高了沒 還離斷耶 世界用誰 誰的功勞 內資嘛 內資的功勞 來 現在要討論一件事情 就是 大盤指數創高之後 創高之後 大家會問我 問我什麼 董哥 親民會不會變盤 有沒有小編 有沒有很多人問 親民會不會變盤 沒有 我們做三年四年 每年都問 什麼三年四年 做四五年了 每年都問 每年都問 尤其今年齁 台股很熱 歷史新高 所以有很多呢 剛接觸股市的這個 菜鳥 新手們 剛入股市 哇這個問題更多了 真的 董哥我有聽說什麼 親民變盤啊 到底要不要擔心啊 我今天來告訴大家 變盤 是一定會變 真的 百分之百變 財股只要遇到長假 你不要跟我講 不只親民啊 中秋也要變啊 端午也要變啊 春節也要變啊 中元節 順便變一變啊 都變 國父誕辰 界日要不要變 有放假就變 好不好 反正有放長假有廉假 就一定變 百分之百變 但是呢 要變上變下 這個我就不敢打保票 也不敢保證 尤其是年假比較長的 像那種過年的春節年假 我就問大家就好了 你有辦法預測到八天後 十天後每股的漲跌嗎 沒有辦法 你如果有辦法精準預測到八天後 每股的漲或跌 我建議你 好不好 去當廟公 這個你預測能力真的太強了 太強了 去通靈 真的 不可能嘛 科學的時代嘛 你如果可以預測到兩週後每股的發展 你現在還在幹嘛 你趕快去解定存 趕快房子有多少 今天就拿多少錢去抵押 去狂押起貨 不要押起貨了 你都那麼肯定 你都可以預測到 去押選擇權 你直接拿十幾億去押選擇權 你賺爆 世界首富 絕對是世界首富 這不太可能嘛 所以變上或變下 沒有辦法做預測 僅能從 只可以怎樣 只可以從 接下來要長假了 最後幾個交易日 一兩個交易日來判斷 比較有比較大機會往上 或比較大機會往下 就這樣 但是這沒有一定喔 因為 不管是兩天也好 三天也好 四天也好 五天好的連假 每股都會有不同的波動 懂嗎 好那董哥 為什麼你說一定會變盤 原理很簡單 各位原理很簡單 我再講一次 因為很多新投資人 這個小菜鳥 就是喔 我們台股是放假 請問國際股市 美股有跟著放假嗎 沒有 他們還在交易對吧 所以他們在交易期間 就在我們放假期間的漲跌啊 就會影響到我們 這個重新回來開盤 恢復交易日的 第一個交易日的早上 因為你知道市場上有很多 被動型的外資的基金 知道嗎 這個被動型的外資基金喔 他就依照美股的漲跌 來調整他成分股的這個權重啊 包括台股權重的佔比嘛 如果今天美股在連假期間是 一路往下大跌 那完蛋了 他們一定要同樣的要調降台股的權重 風險考量嘛 那我們放假的時候他可以調整嗎 不行嘛 什麼時候他可以賣股票 就我們一開盤的時候嘛 重新回來開盤的時候嘛 所以就會有大量的賣壓往下灌 那請問有沒有變盤 有 就變盤了嘛 就往下了嘛 回頭過來想 那如果是我們在放假期間 美股跟國際股市出現大漲 那這些被動型的外資喔 理當就要調高台股的權重 以及相關成分股的權重對吧 可是他沒辦法買啊 我們在放假啊 所以他什麼時候可以買 就是我們回來開盤的時候嘛 對 所以在找盤 這些被動型的外資 就必須要買進這些成分股 台股的權重吧 拉高 就會有大量的買盤 所以台股會怎樣 往上 跳功往上開高嘛 大漲嘛 所以變盤一定會變 懂嗎 至於要往上往下變 聽過我剛才講的你就知道了 那就看美股的 在我們放假期間的累計的 漲或跌嘛 就這麼簡單嘛 這樣了解嗎 所以親民一定會變盤 那董哥 你剛才說了 我們可以就放假前的一兩天最後這個交易日喔 來稍微推測一下 這個究竟要往上變還往下變 究竟能不能報股過年對吧 那你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親民 這個親民節 到底能不能報股過節 首先你要先了解 觀察兩個重點 觀察兩個重點就是 親民節這個假期過後 台股會不會變盤 應該說台股會不會往上變 或往下變的關鍵 這樣了解嗎 變盤一定變啦 只是往上或往下有兩個指標 第一個 你先來觀察一下今天台股 能夠大漲啊 能夠世界強啊 漲200多點是誰的功勞 就一個人的武林嘛 就有一個人超強嘛 這個人叫台積電嘛 他貢獻 他光是他貢獻的點數就多少了 151點啊 大盤長200多 200出頭耶 他一個人貢獻151啊 強不強 強啊 所以台股如果要變盤 像今天台股是往上走嗎 如果台股要往下 那就台積電要怎樣 跌嘛 所以親民節變盤 到底要往上往下變 回來就看誰的表現 台積電 就這樣 大盤就看台積電 講完了 大盤 我剛才想兩個指標嘛 一個指標給大盤 就是台積電 那台積電 台積電要怎樣才會轉落 台積電一定要轉落 他才會往下變嘛 他拖累大盤 只是往下變嘛 台積電要怎麼才轉落 過去我們在分析 台積電就講過了嘛 台積電的短線支撐 看哪條均線 越均線 過去幾天有回到 越均線這個支撐 就是因為守住了 所以讓台積電又反彈上來 推動台股今天來大漲 對吧 所以台積電如果 親民回來 還可以穩穩守住越均線 那台股有沒有往下的風險 就沒有了嘛 那要是親民一回來 台積電就直接 碰 跌破越均線 短線轉落 那台股準備往那邊變盤 往下 好 我剛才講兩個指標對不對 還有一個指標 另外一個指標 是要拿來給大家觀察貴買的 這個指標就是歷史的天量 大家都知道貴買市場在這一天 爆出了一個歷史的天量 這個歷史的天量 高點到現在都還沒突破 不要說突破了 連摸都沒摸到 整理幾週了 所以這個天量套牢是不是個壓力 是 過去講過了嘛 如果你沒看到 親民連假回來 這個大量高點可以被突破 請問套牢壓力有解決嗎 沒有 那台股要怎麼往上 那貴買市場要怎麼往上變盤 就很難嘛 所以貴買市場如果想要往上變盤 親民回來 我們要看到什麼現象 就是把這個天量的高鐵給他怎樣 突破 兩個指標 提供給全部的觀眾 好好的參考 10秒快問快答 好的 又到我們10秒快問快答的單元 各位觀眾朋友 今天你想要老王幫你解的股票 寫好了沒有 趕快寫 你想要老王幫你看看的股票 趕快留言 趕快寫 那如果你寫出來的股票 很可惜 沒有在老王的節目上出現 就請你多寫幾次 因為終究有一天會輪到你 有寫有機會 好的今天老王要來幫大家看看哪六檔股票呢 10秒 快問快答 開始 第一檔股票看到光寶科 已經跌破寄軍線 形成長線翻空 短線要看止跌 就看近期的爆發量低點不能跌破 長線要翻多要站上寄軍線 再來看一下國際的部分 10秒 剛剛突破寄軍線幾週的時間 所以長線已經翻多了 未來沒有跌破寄軍線 就維持多方趨勢沒有改變 那短線的話看越軍線 再來看音樂塔的部分 這種大型全資股 進軍線當然是最重要的多空判斷 只要鎖住進軍線 長期趨勢就直接往上 你看這邊鎖住就往上反彈了 要跌破才會翻空 那美食的部分呢 跟投信屬於高度聯動 投信賣他就跌 投信買他就漲 所以你要看美食就觀察投信 投信買超你就可以做多了 投信賣超你就暫時便避開 那投信買超股票短線看十日均線就好了 觀察十日均線是他強弱的判斷 再來看一拳 這種強勢的標股 短線的強弱減碼 就看五日均線就好 長線的波段支撐呢 看十日均線 你看守住十日均線呢 都持續的往上 最後一檔來看漢翔喔 跟外資是屬於高度聯動 這個美食不一樣 股價在上所有均線了 只要不要長黑灌破 那就是長線翻多的趨勢 沒有改變 下一題 好董哥 美光再創歷史新高 台灣的記憶體族群 有機會跟上嗎 美光喔 為什麼可以再創歷史新高 其實就跟NVIDIA的 背後的原因是一樣的嘛 那就是 基本面的推動嘛 有機之漲嘛 來 美光喔 這個 3月21號公佈的第一季的財報 終於 油虧轉運 你看連虧了幾季 12345 連虧5季之後 終於 終於 油虧轉運 這是不是很好的消息 對 這是不是有機之談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喔 美光在去年的12月 他的線上會議 他告訴大家什麼 他說啊 2024年的記憶體產業啊 會怎樣 會開始迎向復甦 會正式復甦成長 那到2025年 就是明年的記憶體產業啊 會怎樣 重返榮耀 欸 當時是去年12月這樣講的喔 大家還半信半疑啊 半信半疑 他說真的假的啊 真的假的啊 因為大家都會覺得 你記憶體的產業啊 像這一波啊 記憶體的產業啊 報價的止跌 報價的回穩 報價的反彈啊 事實上 是 事實上是從去年的下半年開始的吧 那去年下半年 為什麼記憶體會止跌 會反轉呢 會開始反彈呢 主要原因就在於三星 三星怎樣 我記得我節目當時還做過啊 三星做出了一個舉動嘛 世紀性的大減產嘛 還記不記得 我做過這一集節目啊 也就是說 記憶體這個產業啊 其實去年下半年 能夠開始止跌 開始反轉 是因為減產 也就是供給側的改革 所帶動價格的止跌反轉 這樣了解嗎 可是如果你按照去年12月 這個美光的這個線上會議來談的 他對未來兩年的前景的看法 欸 那就不只是供給側的改革喔 應該是 需求面 需求端 也出現了復甦喔 當你供給側已經都在減產了 這個產能利用力都往下了 突然這時候需求回溫 那市場上馬上會變成怎樣 從本來供過於求會變成什麼 供不應求嘛 那報價就有機會怎樣 直線往上走嘛 所以美光啊 在去年12月就告訴我們大家 今年是會成長復甦 明年要重返榮耀 大家半信半疑之後 看到最近 3月份 公布了他第一屆財報 請問 美光有沒有說謊 沒有 這種沒有說謊的企業 一定拍手 我要告訴你喔 不只第一季財報是游輝轉營喔 他對第二季的財測預估 還會持續的成長 而且他們在線上會議告訴大家怎樣 HBM 什麼是HBM 高頻寬的記憶體 這個產品線 2024訂單已經滿載 2025年的訂單喔 也接近滿載 也就是說這個產品線喔 好到爆 這個需求好到爆 那這個需求為什麼好到爆 需求好到爆 原因就在於AI的發展嘛 AI的蓬勃發展 運算的能力越來越強 需不需要更多的頻寬 其實你就把喔 我用簡單白話講 你把這個HBM喔 高頻寬記憶體喔 把它想像成 高速公路好了 欸你在一般的路上喔 省道啊 比較假設車流 車流量都很多的話 是省道比較急 還是高速公路路比較寬比較大 高速公路嘛 對 所以高速公路是不是 大概有人會舉手說 董哥高速公路常塞車耶 哈哈 我們都正常狀況啦 正常狀況啦 正常狀況 正常狀況 路越大條 以同樣的車流量 路越大條 是不是就越好走 沒錯 這樣講就沒問題了嘛 如果以同樣的車流量 路越大條 是不是越好走 那你AI 瘋狂的運用 需要更多的這個運輸的環境 所以高頻寬記憶體就怎樣 需求就爆發嘛 就這樣 所以AI也是成為了整個 記憶體產業 包括美光喔 這個 復甦 甚至要明年要重返農業 一個關鍵的一個什麼 推動點 你仔細去看一下 韓國的這個 海力士喔 人家股價最近也超強 也在創立新高 為什麼 也是因為 受到HBM 這個高頻寬的記憶體的需求 所推登 所帶動的 訂單滿載 懂嗎 好 那我們要聊一個產業之前 聊記憶體 因為你剛剛問我說 台灣的相關記憶體概念股 那我前面花了這幾個分鐘跟你聊 就是產業的問題 就是說 美光告訴我們是 記憶體產業接下來會怎樣 2024年成長復甦 2025要怎樣 重返農料 大明大放 所以整個產業 包括公布出來財報也是有虧轉移 所以整個產業目前是怎麼趨勢 往上 他沒騙人嗎 目前在往上 所以既然是產業的趨勢往上 長線往上 那台灣的相關記憶體個股 就長線來看 會多差嗎 不可能 打折隨棍上 你聽得懂道理嗎 只是說短線 我們台灣的有些記憶體個股 因為去年11月12月漲的比較多 那經過一波修正回來之後 前面套牢了蠻多壓力 所以他短線可能還在整理當中 還在消耗前面的套牢賣壓 所以他表現的沒有美光這麼強 股價這麼強 懂嗎 美光也是動能股 剛才前面有給大家看過了嗎 還沒有像他那麼強 那我們這些台灣的記憶體個股 什麼時候可以變成動能股 什麼時候可以變成強勢股 就是等他整理完嗎 或等他重新這些個股 回到了一個多方的形態準備發動 今天就要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些的記憶體相關個股 我們講成交量比較大的 未來有沒有機會往上 或他現在什麼位階 今天節目你就要好好看下去 這樣了解嗎 總之我強調我的結論 如果美光對記憶體的看法 像現在這樣是持續往上的 台灣的記憶體個股鏈股 聽好 這一段給我撿起來當VCR 撿好了嗎 我再講一次 我認為整個記憶體的產業 未來長線就持續往上 而且依照美光的講法 會好到2025 所以台灣的記憶體概念股 在現在整理結束過後 未來長線一定往上 撿起來準備當VCR 現在這時候沒漲 才有撿起來的必要吧 沒錯 今天如果大漲完了講這個有什麼用 對嗎 來 南亞科這個沒什麼漲吧 就底部反彈嘛 好來 南亞科從破季線之後就修正一大段 其實你要仔細看這邊有個多方缺口 如果你是我的五報會員 一般的會員就好了 我在這一天3月21號 有沒有告訴全國的會員 南亞科出現一個多方缺口 這是一個短線確認止疊的訊號 有沒有 會員都在線上 全國會員 五報是這樣講 我今天就不拿五報出來了 太累了 你自己看形態 是不是出現一個多方缺口 那上去之後這個缺口有封閉嗎 沒有 所以它就是一個跌身反彈 反彈之後 現在來到季軍線這個位置了 我告訴大家 季軍線有沒有守住 其實不是很重要 雖然我們都知道 季軍線站上就長線翻多 所以這個地方很多人會想說 董哥那他到底有沒有算站上季軍線 好像就卡住卡卡 Lady Gaga 我跟你講 季軍線真的不重要 對於一檔跌身 跟準備要反彈的股票 他看月軍線就好了 所以你聽好 藍亞科這一波的反彈 能不能再往上走 月軍線不能跌破 就這樣 這樣了解嗎 如果有一天 月軍線走走走走走到很上面 比季軍線還高了 那就改看哪一條軍線就好 季軍線 簡單講就往下看 現在月軍線還在下面的話 就以月軍線為主 守住他就可以維持他的一個多方反彈 懂嗎 如果你前面有套牢套住的 這個地方剛剛漲上來 人家月軍線也沒跌破 你就不用急著亂賣 你可能會 散戶的最喜歡操作是怎樣 就是跌的時候 一張不賣奇蹟自來 剛漲第一根 全部賣掉 後面噴出去就跟他沒事了 所以你要觀察月軍線 華邦店 3月21號也有個多方缺口 我同樣跟我全國會員預告 就是短線止跌的訊號 有沒有再往下跌了 沒有 因為他缺口守住 所以 華邦店 什麼時候會結束這裡的止跌 短線的止跌 就是把這個缺口封閉 就下去了 所以這個缺口 對華邦店重不重要 重要 那長線的趨勢要怎樣才能翻多 就是把季軍線給突破 把季軍給突破 然後就長線翻多了 對吧 在還沒翻多之前 你就看這個缺口就好 很簡單嗎 旺宏比較弱勢一點 人家蘭亞科 人家華邦店 都已經來到季軍線了 對吧 那他咧 剛剛突破月軍線 那剛才蘭亞科我也教你們 跌深的股票 反彈能不能持續看那條軍線 月軍線 所以 旺宏的朋友 你就盯好這個月軍線就可以了 守住 他就往季軍線慢慢來挑戰 跌破 就結束反彈 要等到他下一次站上季軍線 才可以翻多 這樣了解嗎 剛才講是記憶體晶片廠的部分 接下來講記憶體模組廠的部分 大家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圍鋼 對吧 圍鋼目前股價站上 這所有 五日十日二十日六十日都在這 圍鋼站上所有的軍線 這什麼型態 四海遊龍 所以只要不要有長黑灌破 四海遊龍的形態就維持住 他就是一個多方趨勢 這樣了解嗎 好 那這是短線 這短線 那事實上我個人認為 衛鋼應該要從長線來看 因為短線的世界跟長線的世界就不一樣 你如果你現在看長線的世界 會覺得它是怎樣 區間 它是一個大的區間 對 大的區間 你用大的區間來看的話 你就可以解釋這個 各位把這個吃起來 這邊有沒有四海遊龍 有 那為什麼還跌破 跌破之後為什麼還可以上來 因為它往下修正的過程 有沒有跌破前面的地點 沒有 沒有 所以 如果你現在看好 圍鋼我們剛才講 它已經長線翻多了 如果不小心哪一天有下來 那你還是要去觀察這個前波地點 能不能守住 如果又守住 它隨時有可能又偏性又再往上 所以你來看圍鋼 看圍鋼 雖然說短線是看這些軍線不要跌破 但其實你可以從一個更長線的角度來看這個前波地點 那圍鋼什麼時候要發動往上 什麼時候要出現一個動能強勢股的飆漲 所謂記憶體重返農藥的行情 前面的高點要突破嘛 區間高點突破嘛 區間只要一突破 等幅撤距會不會 就這麼簡單嘛 懂嗎 十全 哇 這個線圖看起來更怎樣 這邊亂不亂 瞄亂 簡不斷裡還亂 站上又跌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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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如果看線做你做到暈你知道嗎 我現在問你來 今天又突破所有軍線要不要買 暈啊 所以我告訴大家 我告訴大家 整個記憶體模組場這兩個很簡單 你其實都從形態來做觀察就好 你把十全的過去幾個高點做連線 第一點做連線你會發現 它是什麼 原來是一個收斂三角形 收斂三角形就是守住下緣嘛 你看這邊站上寄軍線 後來又灌破 可是人家都沒下去 為什麼還可以再反彈上來 因為有沒有鎖住這個前面的低點 有 所以你現在會不會看 所以這軍線其實不是很重要 重要是這個低點能不能鎖住 重要的是這個下降壓力線能不能突破 只要一突破 還破天空 你們都學過 這樣了解嗎 好的 今天的節目內容就講到這裡了 希望老王準備的內容 對全國的觀眾都能有收穫 那如果你覺得你看老王的影片 你有收穫 你有賺到錢 或者是你有成長 你想要學的更多 老王也誠摯邀請各位 來參加我們普惠會頭顧的949的會員 我相信會讓你在投資這條路上 走得更順遂 而且可以讓自己的績效更漂亮 而且更重要的是 你可以知道自己為什麼要投資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禮拜四再見 拜拜 嗨大家好 我是老王 今天要來跟大家宣導 假投資真詐騙 近來啊 詐騙集團非常猖狂 在網路社群或者交友軟體 來主動接近被害人 並且假借股票 虛擬貨幣 期貨外匯以及基金等等的名義 吸引各位民眾加入 Nine的投資群組 初期會讓各位民眾小額獲利 後面就會告訴你要更多的資金 才能有更多獲利等等的說詞 吸引各位觀眾 引誘各位民眾加入投資的網站 或者是下載他們的APP 來賄賂更多的資金 後續呢 他會告訴你喜馬量不足 或者是要追繳保證金 IP異常等等的理由 來拒絕您的出金 那當民眾發現自己的帳號被凍結了 或者網站已經關閉了 這時候才發現自己被詐騙了 所以老王這裡要提醒大家 只要是高獲利 必定伴隨高風險 當你聽到保證獲利 穩賺不賠 這樣的說詞 必定是詐騙 民眾應該要選擇自己有研究 而且熟悉的投資標的 不要親信來源不明的投資 或者是網站 以及一些網路的連結 如果你聽到 遇到要你加耐 才能進行投資的 必定就是詐騙 老王在這邊 跟台南市政府警察局 第二分局一起關心您 是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致付投資風險 字幕提供